驻院长敏锐的直觉一下便察觉出有问题 这驻马的驾奴不好好待在京城跑到甘肃干嘛去了 还双方都有伤害 什么样的伤害要说的如此含糊呢 密走场说那位驻姐不是撞车受伤 他已经死了 说驻马都为欧阳伦违反朝廷查马贸易禁令 派加罗周宝去西北犯查牟利 结果被甘肃巡检司查获 那周宝仗势其人打死了那名巡检司属利 去把欧阳伦给咱叫来 面对大明帝国的开国大帝 驻马欧阳伦自然不敢招供 因为招供就是死罪 所以一口咬定对此事一无所知 可这糊弄不了朱元昭 不招供好棒呀 那就先把你下入死牢 咱自然会查清楚你到底有没有贪赞亡法